全球馬不準備拖擋頭場五班千二米的泥地短途賽事 然後兩匹馬有洛家杖和鑽式天使 過了800米,袁鋒泰搶在前方先 接著第二位是永德米 第三位有執子之手 最後第四,白臂枯低飛升 內蘭還見到白衣有這隻爺馬加鞭 在外面有陽光王子 後面先見到齊飛興越直前 拖到最出有巴麒麗、黃龍動力的馬 鬥到最後300米左右 前面透出,袁鋒泰搖在執子之手 中間低飛升已經追上來 再在外面位置有興越直前上去 中間是陽光王子 最後100米,低飛升已經透出 外面興越直前一直上來 興越直前直追,低飛升接近終點 興越直前外面過了第二名,第三名 陽光王子、袁鋒泰需要拍照 結果這場賽事,這隻低飛升以為很有機會出頭 但是遇上一隻很難贏馬的興越直前 結果終點前將他追過 第三名,陽光王子的中間 入面是袁鋒泰 興越直前 老馬休息一個多月 今次追得到了 不是第二 真是 拿到他九位的頭馬 最後也有些飛落,67元 第飛升排到第二 陽光王子第三 第四就是九號袁鋒泰 打算到的了,低飛升 不過興越直前逐步逐步蠶食上來 始終這個路程都有跟有距 看看預計派彩 跑第一名,11號,興越直前 獨形派67元,位置派20元,5號 跑第二名,2號,低飛升,位置派24元 跑第三名,4號,陽光王子,位置派42.5元 連贏位,二踏11,派283元 三明彩,11號,2號,4號,派3477元 單天派791元 位置Q,二踏11,派92元 四踏11,派133元 二踏4,派150元 跑第四名,9號,袁鋒泰 老馬,這個時候才贏出 他馬生裡的第二場在香港賽事的頭馬 是啊,跑到第六十二場賽事 是啊 哈哈 大勝賽,分數就減到差不多了 近況也好起來了 看看四連環,1240元 過到那隻暫時未出頭的第飛升 四重賽派26,470元 哇,二萬六千多 是啊 不過大二門就沒約了 所以都... 好分的,這條四重賽 嗯 次二門贏的 其實這隻馬去開飛 一直到現在都是 維持了一個次二門的地位 六十七 之前見過六倍的 會不會飛 剛才主席都有說 但是尼尾諾飛的齊飛 是一般的 起步其實就不是太慢 但是跟著跟著馬 都不是很能夠跟得到的馬群 嗯 似乎幾隻真是單了一些馬 或者狀態眼見 不是很特別的那些馬 譬如巴奇尼 永德米 都真的搞不完 就是季初用了這些 嗯 看看底飛升這個第二 會不會有加分還是怎樣 不過我覺得其實他四班都夠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季尾這些 比較用得少的側身馬 嘩 我看天氣應該就頂不住 幾鬼密魂 真是下雨 他不會倒下來 剛才都下過了 都說進來的時候 我也擔心 都是最怕這件事 跑馬才是下雨 上個星期才撞了一次 那次真的 下半場馬上返回覆雨 那些賽果 跟賽前想的事 可能都有 完全不同 好 看看拉頭馬了 恭喜馬主持李先生 很久沒拉過頭馬了 也都是老牌賽衣 以前勇往直前 那些事一直到現在 兩個都很多好馬 都 今季都放在何良 還有一隻領先直前 都好的 那隻都 不過暫時都 近至於位置 那隻 不過近年你說比較有成就 那隻就先邊直前 是呀 是呀 還有兩隻側身一點 一隻伸促直前 另外還有一隻領先直前 看看那兩隻 怎樣了 這隻都真是 被他倆翻牆了 來到九歲 是啊 是呀 今天我想著他做 為甚麼好像不太跟得住呢 結果都 臨尾都上得回來 都是跟他進去那場 差不多 都是在後面 又是在後面追上來 不過今次就追得到 嗯 他上次 即是 他其實剛才集前 我們都有提及過 他有打小圈 不過就打小圈 他都不是太幫得到 因為他本身有時候 前速都不是太夠 不過不要緊要 最緊要就是這裏 逐步逐步上來 就過了那隻 都未出頭的低飛星 那隻都重磅 差了20磅 看看陽光王子之後 會不會補回更正確的路程 即是今天 我們一直都提著說 他真漂亮 但路程真的不太正確 現在輸得都比較遠 看看巡頭影片 起步其實就沒有 哪隻特別慢 前面走的 我看到裡面一堆馬在搶 數出來就是 爺馬加邊 然後齊飛 巴奇利 永德米 不停看都不夠快 最外面是執子之手 以及這隻 懸鋒太 看回第二層 見到齊飛馬 側年跌了 反而他的低飛星 跟上了主馬群 最外面就是 格仔帽 陽光王子 背的四隻 我們看到就是 黃龍動力 駱家將 最外面轉直天使 裡面有一隻就是 輕越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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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段都不夠快 剛才蘇地虹還在打邊 不過現在還是在尾三 其實低飛星 今天的走位 都真的非常厲害 起步已經夠快了 咬著前面 三四隻 入到直路 率先網 走掉了 已經 第一隻追到他 沒辦法 楊光王子 其實都一直咬著 低飛星上 全程三疊 虧位也虧得多些 七指之手 想不到跑這個路程夠快 但是第三個 真的輸得比較遠 其實這個級數 應該可以再近一點 黃龍動力 只是追一點 那就是路程問題 看看他 抹下他 下次補回正中一點 楊光王子 都可以繼續撐著 為止Q2 1.92元 4答數1.133.5 2.4 1.150元 4條萬牌 1,240元 嘩 等下賀良那隻 大熱門 過關之後 四重彩 2萬6,470元